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离预产期还有半个月 儿媳妇小丽突然出现了生产的症状 接到儿子大军电话 我和老伴火速往医院赶 我和儿子住在不同的城市 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可谁知出租车半路抛了毛 我们只好又找别的车 待我们赶到医院时已经是两个小时后 小丽已经被送进手术室 手术室门口亲家母脸色极其难看 我正要上前问询小丽的情况 亲家母突然黑着脸说 不是自己的亲闺女就是不疼 这么晚才过来 我赶紧解释晚来的原因 亲家母冷哼一声 解释就是掩饰 我信你 老伴拽了拽我的一脚 这个时候就别和她一般见识了 我和亲家母的斗争 从儿子和小丽开始谈恋爱 就没有停过 起先是她不同意两个孩子谈恋爱 像我家穷 还亲自登门大闹 骂我们没有管住儿子 勾引她闺女 后来棒打鸳鸯不成 就开始漫天要价 房子必须是学区房 不得低于120平 彩礼30万 额外还得给两套金饰 我们算了算 加上给儿子置办婚礼 没有160万 是万万不行的 我和老伴就是 称断腰筋也拿不出啊 亲家母当时白了一眼 我在女儿身上投资的钱 何止160万 难道我白白养了20多年 就是为了白送给你家 当儿媳妇的 虽然儿子郁闷地说 要和小丽分手 可我知道 她和小丽这么多年的感情 已经非常深厚 看着她悲伤绝望的样子 当妈的怎么忍心 最后 亲家母大发慈悲 最终同意 房子买90平的 彩礼只象征性要了2万 可即使这样 我和老伴 还是外借了40万 老伴退休前 是常理电气汉的专家 他就安慰我说 反正自己还年轻 出去打零工 很快就能还上欠款 总不能让儿子打光棍吧 谁让咱生儿子呢 亲家母豪气地 给了小丽20万的嫁妆 相比我们给的彩礼 可谓是大手笔 婚礼那天 亲家母脸上的乌云 就没有散过 逢然就说 嫁妆是彩礼十倍的事 连拍大腿 说娘家赔大了 大喜的日子 我懒得和她争辩 她嫁女儿才花了20万 而我娶媳妇 整整花了110万呢 医生的话 打断了我的回忆 男孩 五金六两 母子平安 我提在嗓子眼儿的心 终于落下 病房里亲家母 高声亮嗓地说 我家小丽 给你老李家 生了个大孙子 功不可没 怎么也得奖励吧 一个陪护的婆婆笑着说 当然得奖励 我给我儿媳妇奖励了一辆轿车 我听得胆战心惊 儿媳妇生孩子确实不易 可这奖励也要量力而行 我和老伴合计过 生孩子住院的钱 我们拿 再额外给儿媳妇一万块钱 还有百日宴也得我们操持 这已经是我们的最大极限了 亲家母不易 说罪不计还得买一套金饰 金锁 金手镯 金脚镯 这可是小丽用命换来的孩子 被亲家母将了一军 又是当着儿媳妇的面 我只能答应 亲家母以自己有神经衰弱为由 不伺候月子 可我明明听她打电话 抱怨说孩子是老李家的 她凭什么伺候月子 伺候小丽的月子 我是全心全意 其实儿子儿媳不知道 我在两个月前 才做了一次 切除子宫肌瘤手术 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老伴心疼我 执意雇了月嫂帮忙 钱是身外之物 没了再挣 犯不长 那么受委屈 我知道老伴又得打多少零工 才能挣来雇月嫂的钱 孙子出生第十一天 亲家母来看孩子 正好感受孩子右眼分泌物多 小丽正在给她滴眼药水 亲家母突然就咋呼起来 这么小的孩子 你们给她用药水 这不就是眼屎吗 擦掉不就行了 小丽告诉她妈 已经问过儿科大夫了 说是有炎症 她妈的怒火突然就转向了我 孩子有炎症 主要原因就是吃了妈妈的活奶 你怎么伺候的 天天都给我们家小粒吃啥玩意儿 做月子不就是小米稀饭和鸡蛋吗 怎么还能吃菜吃肉 这不胡搞吗 我告诉亲家母 这都是月嫂专门配的餐 是讲科学的 亲家母这才闭了嘴 可她依然站在屋子的中间 一手插腰 一手演讲 一手笔画着 指导着我应该怎么样伺候月子 我一句话也没有反驳 我知道 反驳的下场就是 招来她更加狂躁的说教和指责 临走亲家母执意加了我的微信 每天都在微信上发出各种指令 转发各种如何伺候月子的文章 听着微心滴滴的提示声 我心里烦躁得很 老伴天天在外面打工 疲惫至极 我心里既是有委屈 也不忍心找她倾诉 最幸福的时刻是晚睡前 和老伴在微信上聊几句 问她有没有好好吃饭 工作累不累 老伴总会乐观地告诉我 很快欠债就会还上的 可谁想到债还没还完 亲家母又整新的幺蛾子 那天亲家母来看孩子 我无意中听到她和小丽的对话 亲家母说 小丽啊 你干脆辞职算了 我看你婆婆照顾孩子 根本不讲科学 这孩子还是得自己带 小丽立刻反驳 我不上班喝西北风啊 亲家母冷喝一声 当初就不同意你下嫁 现在知道喝西北风了 这样吧 妈以后每个月给你三千块钱 还是妈好 小丽撒着娇说 短暂的沉默后 亲家母说 我和你爸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生个儿子 也没个延续伤火的人 干脆啊 让孩子随你性 这样就能如咱家的家谱了 将来爸妈的所有财产 都是他的 亲家母兴奋地说 我整个人呆住了 让我孙子跟着妈妈姓 成为他老崔家的后代 这简直是欺人太甚 哪里还顾得上 维系什么脸面 我冲进房间 回身颤抖着 告诉亲家母 孩子只能姓李 不可能姓崔 亲家母不乐意了 呛声道 孩子姓李 能得到什么好处 你家只有一栋破房子 更别说家产了 到现在还欠着债吧 亲家母还要继续怼我 被小丽拦住 怕吵醒孩子 我懒得和她辩驳 我心里想着 这事一定要和儿子 好好说说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孩子性催 可谁知道还没等我开口 小丽突然提出 要静拍孙子的惯性权 既然我不同意 那就静拍 谁出的钱多 孩子就跟谁信 我整个人傻掉了 这不明白的欺负人吗 为了张罗婚礼 我们家欠下了那么多债 哪里还有钱 参与静拍 小丽说 那没办法 这样公平 凭什么孩子非要随负性 这事连法律 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孩子是他生的 究竟怎么信 他说了算 我被小丽的强词夺理 气懵了 我待他如自己的亲生女儿 他怎么能出尔反尔 背后又给我一道 让我更加悲愤的是 儿子竟然也同意小丽的提议 我的心背两万分 自己把大半生的心血都给了他们 最后换来了什么 连孙子姓什么都要花钱买 儿子见我心情不好就劝我 姓什么都无所谓嘛 反正孩子身体里流的是李家的血 走到天涯海角也是李家的子孙 狗屁理论 如果老伴知道这事 还不被霍霍的气死 儿子说他当然也喜欢孩子姓李 接着他和我一起琢磨了家里的欠债情况 又让我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借了钱 最终和我商量出一个数字 十三万 应该差不多了吧 近拍那天 亲家母一副势在必得的姿态 每脚都气得笑意 儿子说实行一次性按头的方式 无论如何 我也不能让孙子随了母性 我一咬牙多写了两万 我的心咚咚乱跳着 像等待审判一样慌乱 结果是我赢了 亲家母只写了十万 听到结果的那一刻 我的心莫名轻松 可随即又悲伤不已 当儿子从我手里 夺过银行卡交给小丽时 我的心更是仿若被刀弯着一样疼 多写的那两万 还是被亲家母要求写下书句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输了的亲家母倒是一脸喜乐 说愿赌服输 孩子还姓李好了 我若有所思 小丽设置竟拍惯性权 无论输赢都会得到一笔财富 这小算盘打得真是精明啊 而从亲家母的表情看来 我应该是被耍了 我怒目瞪向儿子 写十三万块的主意 是他帮我拿的 难道他早就知道 亲家母写多少钱 他这是要把我算计到骨头里去啊 面对我的质问 儿子不以为然 将来的钱还不都是你大孙子的 早给完给都是给嘛 全当提前给孩子积攒了一笔财富 我一个人躲进厨房 泪水无法控制地流淌着 我觉得胸口发闷 急于晕倒 我该怎么向老伴交代呀 想起老伴我拿出手机 老伴许久才接 声音爽朗有力 你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咱大孙子睡了 我努力控制着哽咽的声音 说我正去买菜的路上呢 我告诉老伴 我想回家 老伴震惊不已 连连劝我千万不要离开 他过得很好 不用我牵挂 倒是儿媳妇这里离不开我 儿媳妇刚出月子 身体还虚弱着呢 你就在那里好好照顾着 挂上电话 我忍不住 眼面哭泣 知人知面不知心 如果老伴知道 小丽和亲家母的所作所为 该会是多么的绝望 本来我和老伴商量 等孙子三个月后 我再回家 如今我哪里还有心情 住在这里 反正已经出了月子 我干脆回家算了 儿子夫妻 都拦着我不让我走 儿子说 他最近还得出差 留小丽一个人 赵个孩子 他实在是不放心 难道我想逼他辞职 在家照顾妻儿 面对儿子的威胁 我欲哭无泪 我是卖给他们了 他们何曾为我们老人着想 老伴每天在外面 拼命打工赚钱 回到家吃不上热壶饭 多么可怜 况且按照当地的习俗 女儿满月后 是要被娘家妈 接回家住的 儿子告诉我 丈母娘刚换了房子 正装修呢 实在瞅不开身 这次我不再心软 坚决要走 小丽生气了 指着我的鼻子痛斥 月子之仇 不共戴天 你今天走出这个家门 别怪我将来 不给你养老 月子之仇 我没给你伺候月子吗 我尽心尽力伺候你 怎么还落下仇了 儿子一脸愁苦的 求我再住两天 等他出差回来 一定让我回家 我只好答应 那天去市场买菜 偶遇老伴的表妹 我脸庞一阵发烫 表妹是个热心肠的人 先后借过两次钱给我们 直到现在 还有五万块钱没有还 表妹先看到了我 乐呵呵上来打招呼 嫂子 我上个周搬过来了 有时间我去你家看看孩子 我尴尬地笑着说随时欢迎 我正要说起欠钱的事 表妹突然严肃地说 我哥身体怎么样了 那天去医院遇到我哥 说是严重的胃溃疡 哎呀 你劝劝我哥别太拼了 小命可是只有一条 我整个人傻掉了 我昨天还和他打电话 精神状态好得很 没有半点生病的迹象啊 和表妹分手后 我心里七上八下湿了魂 我哪里还顾得上买菜 赶紧给老伴打电话 在我的追问下 他才告诉我生病的事 你别担心 小病死不了 老伴黑黑乐着 我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这是死老头子 平时身体不舒服 总会死扛不去医院 这次肯定是病情严重 我回家收拾了简单的行李 不顾小力的阻拦 急切返程 一路上我的心忐忑不安 慌得双腿发软 当看到老伴虚弱地躺在床上时 我再也忍不住泪如雨下 才一个半月不见 他就瘦了两圈 我的心里 陡声不响的预感 我逼着老伴 马上去医院 做进一步的检查 他却坚决不去 被我逼急了 他突然扔写一句话 癌症 不治 什么 我凉腔着后退几步 怎么是癌症呢 怎么得了这病呢 我心疼地 铺在老伴的怀里 失声痛哭 是家里的重担 把他压垮了呀 晚上我给儿子打电话 把老伴的病情告诉了他 我让儿子把我 才给他们13万块钱的 那个钱 拿出来给老伴看病 可没有想到 儿子告诉我 那钱已经被丈母娘 拿走装修了 那一刻 无边的悲愤和绝望向我涌来 怪不得小力 突然要竞拍孙子 贯兴权 原来是想给他娘家 筹集装修款 电话里 我把儿子一顿臭骂 他不可能不知道 小力的坏心思 可他竟然帮着媳妇 一起算计自己的爹妈 这样的儿子 你还指望他将来 给你养老送终 我真后悔 当初 倾尽所有 帮他娶了小力 他像吸血鬼一样 只想着吸干父母的血 老伴见我骂儿子 赶紧过来制止 这个傻老头啊 他差点把命都搭给儿子了 换来了什么 挂上电话 我哭着说出 静拍孙子冠杏权的事 听完我的倾诉 老伴没有发怒 只是神情悲伤地 蜷缩在床上 一言不发 一夜无眠 天亮时 老伴突然悠悠地说 老婆子 我答应你好好治病 咱们把这房子卖了吧 把欠的债还一还 然后咱们搬回老家去住 我有退休金 饿不死 两个月后 房子卖了 老伴也做了手术 我和老伴回到了老家 门前几分地 种着各种蔬菜 角落里养着几只母鸡 花开花落 淳朴美好 听说我卖了房子 儿子曾登门 叫嚣分钱 若以往 我肯定会心软 把大部分钱给他 可这次 我分文未给 所有的父母 都把自己的儿女 放在心尖上疼 可并不是所有儿女 都会感恩父母 反扑父母 不要把自己 所有的一切 都交付给 不知感恩的儿女 最后你只会 烙得 凄惨的下场 幸亏 我还有一处 可卖的房产 还有一处 可以安身的居所 还有 老有所依的老伴 从此后 我和老伴将相依为命 相邪度过余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 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